无限宝石再度登场 各路人马展开宝石争夺战 漫威大事件 无限战争的序章 无限倒计时开启 在之前的视频里我们讲述了 秘密战争2015 各路英雄崛起推翻神军度母对斗戒的统治 然后全心全意开启 讲述了大事件 内战2 惊奇队长与托尼爆发冲突 托尼被打成植物人 而这次大事件也紧接着引出了更大的危机 秘密帝国 九头蛇队长潜伏许久 最终完成建立九头蛇帝国的大营 后来还是被真正的美国队长 用雷神之锤彻底打扮 紧接着部分新一代的英雄们经历了 世代传承 而漫威漫画也在这里从全心全意过渡到传承 很多漫画都在这一阶段 得到了不同方向的发展或软重启 而无限倒计时 则是要从这里开始说起 拿好索尔考羊排美队大鸡排钢铁桃罐头 鹰眼顿蘑菇纳塔沙拉酱浩克甜筒 精彩故事马上开始 故事从九届中的约顿海姆说起 阿斯加德三公主洛基在这里见了几位冰霜巨人 但这些冰霜巨人都是和洛基一样身材矮小的血脉 因此他们是被冰霜巨人族群抛弃的存在 于是洛基就蛊惑这些冰霜巨人为他干活 只要闯出一片天便能在这里收获冰霜巨人的认可 然后洛基就打开了传送门把冰霜巨人送了过去 他们到这里后才发现是地球某处的神盾局仓库 而他们要帮洛基偷取一个连神盾局人员都不知道来历的箱子 这群冰霜巨人不要命地冲进去大杀四方 紧接着当时还没退位英队和铁星以及女雷神前来阻止 但幸存下来的冰霜巨人还是找到了洛基要的箱子 这名冰霜巨人拿着箱子逃到外围等待洛基的接应 但是他还没等到洛基的传送门打开 反而先遇到了意料之外的突发情况 一辆擎天柱瓦部队 一辆装满啤酒的大卡车冲出来把他撞飞出去 气得这位小巨人直接起来掀了引擎盖 他拿着武器叫嚣着要手撕了开车的人 而司机也是十分大胆地下车走过去 小巨人看着比自己还爱一劫的人类大喊他死定了 却不料眼前这位司机按压着拳头严肃地回答 我已经死过了 然后金属摩擦声突然响起 爱德曼和金利爪从他的拳头上弹出并刺向小巨人 一会后战斗结束了 司机靠在车头前喝着啤酒 他甚至把啤酒放在小巨人的尸体里让他帮忙冰镇一回 紧接着他来到小巨人偷出来的箱子面前 然后毫不犹豫将其打开并拿出里面的东西 只见蓝色的空间宝石闪耀在他的掌心 没错眼前的男人正是金刚狼罗根 但是又有一些特别 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此时在浩瀚的宇宙深空当中 银河护卫队的飞船正在宇宙中穿梭飞行 猎霸羊女卡摩拉感受到又一颗无限宝石出身 这迫使卡摩拉不得不去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应对这件事 而没拿到无限宝石的洛基也没有气面 他直接跑到地下找到了一位被奥丁埋在地球许久天神组 关于这里的故事 各位可以去看去年我做的这期视频 早期因为没有规划 所以故事比较分散和简略 希望各位可以将就着看 然后故事正式进入 无限倒计时 术士亚当破茧而出复活归来 但是他发现自己居然出现在征服者康的基地 而这里正是传说中的时间尽头 术士亚当问征服者康为何要把他带到这里 征服者康表示他绝无乐意 而是有大事商量 所以他希望术士亚当能够好好听自己解释一遍 首先征服者康为术士亚当重播了一遍他的过去 从亚当的诞生和经历爱恨情仇后被打败 再到冰死的亚当结成一个简自欲自己 最终破茧而出的亚当才正式成为真正的术士亚当 后来至高进化赋予了亚当灵魂宝石 参与了大大小小各种接连不断的战斗 其中最难缠的敌人便是灭霸和他的恶念化身模式 他还曾和地球的英雄们一起对抗灭霸 那是一场十分危险且精彩的战争 但是在那一场战斗后 术士亚当的灵魂进入了灵魂宝石面 原来在灵魂宝石的内部 还有另外一个独立存在的世界 这里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亚当的部分灵魂一直存在于此 但是后来术士亚当离开了灵魂宝石的空间 因为他要再一次对抗收集无限宝石的灭霸 那是一场席卷了整个宇宙的无限宝石争夺战 征服者康表示没错 这就是他把术士亚当带到这里的墓里 六颗无限宝石即将再度重新被击起 到时候整个宇宙都将陷入一场巨大危机 术士亚当听完后也明白了自己要干什么 亚当让征服者康把他带到需要他的战场去 他要召集银河护卫队和复仇者联盟再度出击 但征服者康表示术士亚当把事情想得太轻松了 然后康展示了一副末日景象给他看 只见在一颗巨大的树木上 到处都是英雄的尸体 不只是英雄 连毁灭博士和洛基也都死在了这里 而卡摩拉跪在最右下角的位置瑟瑟发抖 看着眼前的敌人 征服者康大喊道 看啊 无限的末日即将降临 紧接着康再度把术士亚当带回到时间的尽头 征服者康表示自己无法帮忙 因为他个人没办法扰乱时间阻止事情的发生 因此他的计划是把术士亚当传送回以前的时代 亚当一听很是激动 表示计划很不错 把他传送回过去再带领英雄逆转败局 但术士亚当突然间想到了什么 他问道 难道 我们已经这样做过了 但是失败了 征服者康落寞的回答 是的 原来这已经是术士亚当的第113次复活了 他和征服者康想尽了一切办法去阻止宇宙毁灭 但是他们一遍遍的失败一次次的在尝试 而这一次康决定把术士亚当送回到过去 然后让术士亚当找到灵魂宝石把它保管起来 而亚当则是需要找到时间宝石并交给征服者康 虽然术士亚当还没听懂 但征服者康表示没时间解释 然后直接把术士亚当推进了时间隧道当中 术士亚当离开的那一刻 征服者康回头看着某人说道 你来晚了一步 征服者康遭到了这位神秘人的袭击 他在被打败前大喊 神秘人是无法战胜征服者康的 因为虽然神秘人赢得了现在的胜利 但是征服者康会赢下过去和未来 最终在赢下现在 他在消失时大喊 未来终将会被彻底改变 紧接着征服者康死了 死得连扎都不上 只有墙壁还留有他被湮灭时剩下的印子 而术士亚当则是穿越到了地球古埃及的时代 他在这里见到了埃及法老王拉玛图特 而拉玛图特其实就是统治者埃及的征服者康 拉玛图特查到灵魂宝石出现在未来的2018年 所以他也得使用最隐蔽最安全的方法 把术士亚当送到2018年 说完后拉玛图特突然拔刀捅在术士亚当的后背上 然后直接让人把术士亚当丢进棺材内封存 术士亚当没有死 见过术士亚当的人都喝下毒药自杀 以此确保术士亚当能以最隐蔽最安全的方式 到达2018年 视角来到2018年的加拿大某处的森林中 金刚狼罗根正在这里蹲蹲蹲喝着啤酒 森林中的狼看见罗根后上下打量能否狩猎他 但这头狼还是被罗根的气势给吓跑了 下一秒察觉到危机的罗根立即弹射出艾德曼合金爪子 他已经被奇形怪状的奥创机器人包围了 而罗根在这里等的就是这群奥创小兵 奥创小兵开口就逼迫罗根交出他手中的无限宝石 但罗根自然是不可能交出去的 突然小兵发射能量炮攻击 还好罗根及时躲开才没有被打中 但他的裤兜子被打穿 里面蓝色的无限宝石在异生灰 罗根直接冲出去用坚硬的爪子直接撕裂眼前的奥创小兵 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能量捕获网装了进去 但被困住的罗根表示自己一点也不慌 甚至还要给这几个小兵好好露一手 只见下一秒被关在能量捕获王里的罗根突然传送离坦 这一幕把在场的奥创小兵吓坏 只见罗根突然传送到小兵的背后 力爪瞬间将这位绿色的小兵刺穿 罗根一边撕毁另一个奥创小兵 一边喊道 奥创 你应该自己亲自操控他们和我打 不然我就把所有的奥创小兵全部杀光 说完后罗根张开双臂一跃而起扑了过去 力爪瞬间刺穿最后两名想要逃跑的奥创小兵 这场战斗本来到这里也就该结束了 但是罗根的狗鼻子闻到了特殊的味道 他扭头马上看到了意料之外的人 出现在罗根面前的人正是阿斯加德三公主洛基 他左手拿着匕首右手插腰骚气地和罗根打一招 结果下一秒突然用匕首割伤罗根的脸 罗根脸上的伤口正在快速愈活 而洛基见兮兮地表示这只是在确认他是真的罗根 毕竟大家都在说金刚狼罗根已经死了 暴脾气的罗根立即用力爪从下往上刺穿洛基的脑袋 洛基立即求饶 表示自己是有重要的事要和罗根好好谈谈 洛基简单给自己包扎了一下后简单说明来意 他表示罗根手里的无限宝石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所以他希望罗根能够把宝石交给他处理 罗根拒绝后转身就走 洛基表示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细微的变化 他解释不清自己为何会得到这个消息 但总之他们必须好好保管无限宝石 不然全宇宙都要遭殃 罗根拿出空间宝石表示洛基也许是对的 但罗根不可能交出这块无限宝石 因为他还想靠这块宝石去提升变种人的社会地位 虽然宝石在他手里可能不太安全 但把宝石交给洛基他感到更加不放心 洛基表示罗根都没有脑子去思考问题的严重性 这些无限宝石将会引来灾火 罗根表示洛基在惹祸这件事上也很厉害 但就算洛基说的全都是真的 他也不会交出宝石 他反而要把无限宝石拿在手里 洛基立即问道 当别的宝石持有者来找空间宝石的时候 你又该如何去处理这件事呢 罗根想了一下握紧拳头回答洛基的问题 那就把他们的宝石都抢过来 我的都能装得下 说完后罗根便使用空间宝石传送离开 罗根的那番话把洛基气得不轻 他自言自语不断臭骂着刚才耍帅成功的罗根 也表示怪自己撒谎骗人太多次 导致说真话都没人信了 但不管怎么样 他都还会继续面对危机 就算自己选择的这条路非常难走 而地球上不仅有空间宝石 还有另外一个宝石 一辆家常林肯停在了赌场的门前 穿雕带金拄着手杖的塔克先生缓缓下车 女侍者的服务让塔克先生感到非常满意 于是让他自己拿支票本随意填上他想要的金额 他也完全不怕女侍者太过于贪心拿走太多钱 因为他能够知道女侍者的本性不是那样的 只因为他的手杖上镶嵌着心灵宝石 他当然能够知道每一个人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 塔克先生坐在熟悉的位置点熟悉的汽水 然后与何关进行一场又一场 他早就知晓答案的动作 胜利和金钱对他来说全都不过是随手就能得到的东西 拥有无限宝石的他能做到许多事情 只需要能够合理开发使用宝石的能力 在宇宙深处 金旗队长卡罗尔找到了现实宝石 有趣的是平行宇宙的金旗队长也都找到了现实宝石 似乎这背后有什么人在暗中操控一切 更有趣的是力量宝石 他巨大到仿佛一座小山一般 由新兴军团的战士们日夜守护着这坨宝石不被人盗走 但很显然还是有人盯上了巨大的力量宝石 猛禽兄弟会与其他瑞人都将赶往力量宝石的所在地 银河护卫队的卡摩拉也提议要去寻找灵魂宝石 因为他想要去解救灵魂宝石中那部分自己的灵魂 但星爵表示眼前还有更重要的危机需要处理 所以他建议卡摩拉先解决眼前的问题先 银河护卫队的其余成员坐在一旁看着卡摩拉和星爵吵架 蚁人斯科特和星星此时也在这个团队当中 石坚宝石则是存在于早应该被毁灭的萨卡星上 但萨卡星不仅没有被毁灭 还变得生机盎然 突然间像极了石头人的手臂打破泥土冲了出来 原来是超级斯库乳人卡尔特 他冲破泥土带着浑身绿光回到地面 卡尔特发誓自己将彻底抹除斯克鲁帝国的池 因为他找到了无限宝石中的石坚宝石 而接下来他还要夺得剩下的五颗无限宝石 视角再度来到2018年被游客包围的埃及金字塔 存放千年的光果依旧静静地等待开启 突然间一条手臂一拳打飞了尘封许久的棺杆 然后术石亚当他漂浮着冲出金字塔 这一幕吓坏了正在参观金字塔的游客们 通过游客他得知自己真的来到了2018年 视角再度来到宇宙深处 灭霸坐在王座上看着沉浮在自己眼前的战士 他轻松战胜了奇塔瑞帝国并成为了这里的王 曾经猎杀宇宙半数生命的灭霸将再度出击 在宇宙的某处 火体行星一哥静静地漂浮着 术石亚当的魔念化身模式拿捏住了思考者的头颅 灵魂宝石正是被他牢牢抓在了掌心当中 模式表示自己可不怕灭霸 因为他终将极其无限宝石 到时候全宇宙都要臣服于他 任何人都不能武力 思考者表示模式也太自大 他不会再帮模式寻找别的宝石 而且当模式拥有宝石的时候 也意味着他也将成为别的宝石争夺者的猎物 模式捏着灵魂宝石嚣张的大喊 让灭霸尽管来狩猎他吧 但思考者说道 我说的不是灭霸 是近在眼前的敌人 下一秒傲创一拳打穿模式的身躯 思考者说的这位敌人正是巧然靠近的傲创 被抛出去的思考者脑袋说道 再也不见 模式 和皮姆融合为一体的傲创握着拳头恶狠狠的说道 太简单了 到时候术士亚当也会被我这样轻松打败 傲创蹲下来和思考者谈话 但思考者并不想和傲创有过多的交代 表示自己过一回就会彻底陷入长眠 不过他可以善意提醒傲创不要去捡灵魂宝石 但是叛逆的傲创又怎么会听话呢 他非要现在就立即去捡灵魂宝石 结果下一秒灵魂宝石爆发出奇特的能力 牢牢吸住傲创的身躯 这个过程非常快 傲创倒在地上不明所以 但思考者看出一些门道 表示傲创或许还有救 傲创捡起灵魂宝石怒斥思考者表示自己不需要被拯救 思考者回答道 能量炮将思考者的头颅轰炸成炸 然后傲创举起灵魂宝石发出标准的反派笑声并说道 从现在开始 我将所向批名 他突然高举灵魂宝石仿佛在炫耀什么一般大汗 得到了一颗 还差五颗 到时候宇宙都将任务修改 在灵魂宝石内 提姆博士的灵魂看见了这一幕 刚才就是他的灵魂被吸入了灵魂宝石的内部 他为儿子傲创如此疯狂且不择手段而打的绝望 这时候他听到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叫自己 提姆博士这才发现自己眼前居然还有另外一个人存在 老夫人表示欢迎提姆来到灵魂宝石的内部世界 而她正是灭霸杨女卡摩拉的另一部分灵魂 她欢迎提姆的灵魂在这个小世界中觉醒 但很可惜 提姆也将一辈子被困在这个世界 以上便是无限到计时的序章铺垫内容 我再稍微为各位讲解一下无限宝石如何区分 原本漫画版的无限宝石的颜色是这样区分的 各位可以看出来每个宝石对应的颜色都和电影版的不一样 当年为了获得死亡女神的欢心 灭霸决定做一件大事情 她挑战各种宝石持有者 最终把六颗宝石收入囊中 她把六颗无限宝石装在无限手套上 然后打响指消灭了宇宙半数生命 没办法超级英雄们只好一同前去讨伐灭霸 甚至响指危机还惊动了宇宙中各种强大的神明 但是即便全部神明都登场了也没能战胜灭霸 最终是术士亚当靠计谋才夺得了无限手套敷衍一切 后来生命法庭下场 命令术士亚当把宝石分开保管 于是把宝石交给了多位值得信赖的盟友来保管 后来摩世再度登场 再度利用无限宝石做了 但是术士亚当及时出现阻止了摩世的邪恶进化 后来无限宝石被光照会成员们所获得 于是他们决定由光照会成员保管无限宝石 但后来红豆帽成功拿到了无限宝石 差点惹出大麻烦 还好最终光照会依旧成功拿回了无限宝石 并且交由每个不同的成员单独保管一颗无限宝石 后来地球对撞危机发生了 光照会不得不再度拿出无限宝石 然后由美国队长戴上无限宝石手套打响指来阻止对撞危机 结果美队失败了 五颗无限宝石破碎 时间宝石则是消失了 在后来秘密战争时期结束后 神奇先生一家修复多元宇宙 无限宝石也跟着宇宙的修复再度出现并散落在宇宙当中 而宝石的颜色和能力也发生了改变 彻底变成了和电影宇宙里的无限宝石颜色能力一致 目前空间宝石在金刚狼罗根的手中 心灵宝石在赌场大亨塔克的权杖上 现实宝石则是在精气队长的手中 巨大的力量宝石则是在星星军团控制中 时间宝石则是在超级斯库鲁人卡尔克手上 而灵魂宝石则是在傲创的手中 这场无限宝石争夺战到底会如何发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下期视频 宝石争夺战开启 巨大力量宝石太显眼 格鲁特居然能口吐人眼 能力暴涨直接天花板麦子 无敌的行星吞噬者插手宝石争夺战 你猜他活了几秒 那么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本期视频欢迎点赞评论发弹幕以及点个关注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和感受 也可以发评论或弹幕说出你喜欢吃的食物 将会一起放到片头的爆菜名里缠一缠各位观众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很快再见